鬼吹灯 第二部 龙岭迷枯 天下霸畅 第三十五章 线索 颠国亡于西汉 中期的时候国内发生了很大的内乱 有一部分人从颠国中分裂了出来 这些人进入崇山峻岭中 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从那以后 这些人就慢慢在历史上消失了 后世对他们的了解也仅仅是来自《驼呼引译考》中零星的记载 这批从古典国中分离出来的人 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部落集团 他们有一种很古怪的仪式 就用那种悬吊在水中的怪缸 将活人淹死在里面 以死人养鱼 天天吃人肉的鱼 力气比普通的鱼要大数倍 等于长成后 要在正好是圆月的那天晚上 把缸从水中取出 将里面的人骨焚毁 用来祭祀六尊玉兽 然后再把缸中的鱼烧汤吃掉 据说吃这种鱼 可以延年益寿 石碑店棺材铺的老掌柜 不知怎么得到这些东西 是祖传的 还是自己寻来的 暂时还都不知道 很可能他掌握着这套邪恶的仪式 又在棺材铺地下发现了仙秦的遗址 这就等于找到了一个非常隐蔽的场所 为了更好的隐藏而不暴露 便利用一拍棺就死人的传说 使附近的村民对他的店铺产生一种畏惧感 轻易不敢接近 直到他死后 这些秘密才得以浮现出来 不过这位棺材铺的老掌柜 究竟是不是杀人魔王 这些还要等公安局的人来了之后 再做详细的调查取证 听了孙教授的话 刚好菜中也有一尾红烧鱼 我恶心的连饭都快吃不下去了 越想越恶心 干脆就不吃了 我对孙教授道 您简直就是东方的福尔摩斯 我在下边研究了半天 愣是没看出个所以然来 高啊 您实在是高 孙教授这次的态度比上次好了许多 当下对我说道 其实我以前在云南亲眼看到过 有人收藏了一口这样的怪缸 是多年前从南洋那边买回来的 想不到这种邪术流毒至今 你还记得我上次说过 老陈救过我的命 那也是在云南的事 这种恶心凶残的邪术虽然古怪 但是毕竟与我们没有直接关系 我们能找到孙教授就已经达成目的了 所以刚才孙教授说的那些话 我们也就是随便听听 我与十二位杨正要为了陈教授的事有求与他 一时还没想到该如何开口 这时听孙教授提到陈教授 便请他细说 孙教授叹道 哎 有什么可说的 说起来惭愧啊 不过反正也过去这么多年了 当时我和老陈我们俩被发到云南接受改造 老陈比我大个十几岁 对我很照顾 我那时候出了点作风问题 和当地的一个寡妇相好了 我不说你们也应该知道 这件事在当时影响有多坏 我表面上装得一本正经的听着 心中暗笑 孙老头长得跟在地里干活的农民似的 一点都不像个教授 想不到过去还有这种风流段子 连这段罗曼史都交代出来了 从这点上可以看出来 他是个心里装不住事的人 想到他的话并不太难 关键是找好突破口 只听孙教授继续说 当时我顶不住压力 在牛棚里上了调 把脚下的凳子踢开才觉得难受 又不想死了 特别后悔 对生活又开始特别留恋 但是后悔也晚了 舌头都伸出来一半了 眼看就要完了 这时候老陈赶了过来 把我给救了 要是没有老陈 哪里还会有现在的我 我知道机会来了 孙教授回忆起当年的事 触着心怀 话多了起来 趁此机会 我赶紧把陈教授现在的病情 说得加重了十倍 并让十二位杨取出一文龙骨的踏片 给孙教授观看 对他说了 我们为什么来求他 就算看在陈教授的面子上 给我们破例泄点秘 孙教授脸色立刻变了 咬了咬嘴唇 愁出了半天 终于对我们说 这块踏片我可以拿回去帮你看看 分析一下这上面写的究竟是什么内容 不过这件事你们千万别对任何人吐露 在这里不方便多说 等咱们明天回到古兰县招待所之后 你们再来找我 我担心他转过天去又变卦 就把一文龙骨的踏片要了回来 跟孙教授约定 回县招待所之后再给他看 当天吃完饭后 我与十二位杨要取路 先回古兰县城 还没等出村 就被那个满嘴跑火车的算命瞎子拦住 瞎子问我还想不想买他那部朵子密地掩图 货卖十佳 至于价钱吗 好商量 我要不是看见瞎子 都快把这事给望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知道他那本朵子密地掩图 其实就是本风水地图 没什么大用 真本的材料比较特殊 所以之前 图中本身的内容和山海经差不多 并无太大的意义 况且瞎子这本 一看就是下蛋的西北货 根本不是真品 我对瞎子说 老头 你这部图还想卖给十货的 瞎子说道 那是自然 十货者随意开个价钱 老夫便肯割爱 不十货者 纵然许以千金也是枉然 此神物断不能落入俗北之手 老夫那日为阁下摸骨断像 发现阁下蛇索蹊跷 生就堂堂一副威风八面的诸侯之像 放眼当事 能配得上这部朵子密地掩图者 舍格下其水 我对瞎子说道 话要这么说 那你这部图谱恐怕是卖不出去了 因为这根本就是仿造的 实货的不愿意买 不实货的你又不卖 您还是趁早自己留着吧 还有别再拿诸侯说事了行吗 我们家以前可能出过鼠猪的 也可能出过鼠猴的 可就是没出过什么猪猴 我要是猪猴 我就该进动物园了 瞎子剑被我识破了这部假图 便求我念在都是同行的情分上 把他也带到北京去 在京城给人算个命摸个鼓 倒卖些下蛋的 名气什么的 也好响应国家的号召 奋个小康 我看瞎子也真是有几分可怜 动了侧隐之心 与十二位杨商量了一下 就答应了瞎子的请求 答应回到北京给他 在潘家园附近找个住处 让大金牙照顾照顾他 而且瞎子这张嘴能跑得开航空母舰 可以给我们将来做生意当个好托 但是我嘱咐瞎子 手都可不比别处 你要是再给谁算命 说对方将来能做什么诸侯王爷元首 那就行不通了 搞不好再给你扣个煽动群众起义的帽子办了 瞎子连连点头 这些道理不须你说 老夫也自然理会的 那个罪名可是万万担当不起 一旦上面追究下来 少说也问老夫个斩监后 到了京城之中 老夫专检那见面发财的话说也就罢了 于是我带着瞎子一起回到了古兰招待所 有话便长 无事极短 且说转天下午 好不容易盼到孙教授回来 立刻让瞎子在招待所里等候 与十二位阳约了孙教授到县城的一个饭馆中碰面 在饭馆中 孙教授对我们说 关于龙骨一文的事 我上次之所以没告诉你 是因为当时顾虑比较多 但是昨天我小了一夜 就算为了老臣 我也不能不说了 但是我希望你们一定要慎重行事 不要惹出太大的乱子 我问孙教授 我不太明白 您究竟有什么可顾虑的呢 这几千年前的东西 为什么到了今天还不能公开 孙教授摇头道 不是不能说 只是没到说的时机 我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 这些译文龙骨都是古代的机密文件 里面记录了一些显为人知 甚至没有载入史册的事情 破解天书的方法虽然已经掌握了 但是由于相隔的年代太远了 对于这些破解出来的内容 怎样去理解 怎样去考证 都是非常艰难复杂的 而且这些龙骨一文有不少残缺 很难见到保存完好的 一旦破解的内容与原文产生了奇异 哪怕只有一次不准 那误差可就大了 去了 我对孙教授说 这些业务上的事 您跟我们说了 我们也不明白 我们不远万里来找您 就是想知道牧尘朱的事 还有十二位扬带着的龙骨一文踏片 希望您帮我们解读出来 看看有没有牧尘朱的线索 孙教授接过踏片 看了多时才对我说道 按规定这些都是不允许对外说的 上次吓唬你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因为这些信息还不成熟 公布出去是对历史不负责任 不过这次为了老陈 我也顾不上什么规定 今天豁出去了 你们想问牧尘朱 对于牧尘朱的事 我知道的很少 我觉得它可能是某种象征性的礼器 形状酷似眼球 最早出现于商周时期 在出土的西周时期龙骨密文中有记载 至于牧尘朱是什么时期 有什么人制作 又是从哪里得来的材料 都没有明确的信息 像你们拿来的这块踏片 也和我以前看过的大同小异 我不敢肯定龙骨上的符号就是牧尘朱 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 这个又像眼球 又像漩涡的符号 在周代密文中代表的意思是凤凰 这踏片上记载的信息 是西周人对凤鸣奇山的描述 我满脑子一问 于是出言问孙教授道 凤凰 那不是古人虚构出来的一种动物吗 在这世上当真有过不成 孙教授回答说 这个不太好说 由于这种龙骨 天书记录的都是古代统治阶级 非常重要的资料档案 寻常人根本无法得知其中的内容 所以我个人十分相信龙骨密文中记录的内容 不过话说回来 我却不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凤凰 也许这是一种密文中的密文 暗示中的暗示 我追问孙教授 您是说这内容看似描写的是凤凰 实际上是对某个事件或者物品的替代 就像咱们看的一些打仗电影里 有些国军私下旅馆委员长叫老头子 一提老头子 大伙就都知道是老蒋 孙教授说 你的比喻很不恰当 但是意思上有几分接近了 古时奉鸣齐山 预示着有道法无道 兴起的周朝取代了衰落的商咒 凤凰这种虚构的灵兽可以说是吉祥富贵的象征 它在各种历史时期不同的宗教背景下都有特定的意义 但是至于在龙骨天书里代表了什么含义可就不好说了 我推断这个眼球形状的符号代表凤凰 也是根据龙骨上下篇中的其余文字来推断的 这点应该不会搞错 我点头道 这是没错 因为牧尘主本身便另有个别名 换作凤凰胆 这个名字也不知是从哪开始流传出来的 看来这眼球形状的古域 与那种虚构的生物凤凰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教授这块踏片的密文中 有没有提到什么关于古墓或者地点之类的线索 孙教授说 非是我不肯告诉你们 确实是半点没有 我帮你们把一文写在纸上 一看便知 这只是一篇古人描述凤鸣奇山的几天之文 这种东西一向被帝王十分看重 可以祈求得到凤鸣的御史 便可受命于天 成就大业 就像咱们现在饭馆开业 放鞭炮 挂红符 讨个极力彩头 我与十二位羊如坠屋礼物中 原以为这块珍贵的踏片中 会有牧尘主的下落 到头来却只有这种内容 我让孙教授把他片中的一文写了下来 反复看了数遍 确实没有提到任何地点 看来这条搁置了数十年的线索 到今天又断掉了 如果再重新找寻新的线索 那不亚于大海捞针 我想到气脑处不禁咬牙切齿 脑门子的青筋都跳了起来 一旁的十二位羊也咬着嘴唇 全身轻轻颤抖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孙教授见我们两人垂头丧气 便取出一张照片放在桌子上 你们先别这么沮丧 来看看我昨天拍的这张照片 也许你们去趟云南的深山老林 会在那里有一些收获 我借过孙教授手中的照片 同十二位羊看了一眼 照片上是六尊拳头大小的血红色玉兽 造型怪异 似是又似虎 身上还长着羽毛 都只有一只眼睛 面目猙獰 玉兽身上有很多水银斑 虽然做工精美 却给人一种十分邪恶阴冷的观感 不知为什么 我一想起这是棺材铺掌柜的物品 就说不出的厌恶 不想多看 一看就恶心的胃里翻腾 我问孙教授道 教授这张照片是昨天在石碑店拍的吗 照片上莫非就是在棺材铺下找到的石霞玉兽 孙教授点头道 是啊 我想你们会用得到这张照片 所以连夜让我的助手回到县城 把底片洗了出来 你们再仔细看看照片上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十二位杨本也不愿多看这些邪兽 听孙教授此言 似乎照片中有某些 与牧尘朱有关的线索 于是又拿起照片仔细端详 终于找到了其中的特征 教授六尊红玉邪兽都只有一只独眼 而且大的出奇 不符合正常的比例 而且 而且最特别的是玉兽的独木 都与牧尘朱完全相同 孙教授对我们说道 没错 正是如此 所以我刚才劝你们不要沮丧 柳暗花名又一村 我与十二位杨惊喜交加 但是却想不通 古巅国地处南疆一余 怎么会和牧尘朱产生联系 难道这么多年 以来下落不明的牧尘朱 一直藏在某代巅王的墓穴里 接着一下 最后还要用的牧尔朱 为主上来打窄 但是作为之后